四十多年了 我有时候感觉到很高兴 也很幸福和幸运 我站在这儿 不是我一个人站在这儿 我的力量 我的智慧 我的光彩 来源于我演这四十多年戏 这些角色给我的能量 我姥姥是俄罗斯人 所以我有快乐的能力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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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奶奶 哎呦呗 朵拉来了 妈 我在剧中饰演小朵拉的奶奶 俊龙啊 妈 朵拉送回来了啊 你媳妇说临时有事 我不是说你们 周末也非要安排事是不是 一看就是热情开朗 热爱生活 有自己个人观念的这么一个 个性很强的奶奶 我喜欢回爷爷奶奶家 我知道 你那个爆味儿了 给你讲个世界 我是东北人 嫁到北京三十年了 但是我还是离不开东北那种 直来直去啊 热情啊 可能人家扔出去的是个手绢 我可能把心扔出去 不管怎么样 就是很热情地去拥抱生活 这样一个性格确实像我 我跟你说 吓死我一定替朵拉去打卡 她一哭你们就妥协 她一哭我心就不准 不是 爸 妈 你不能太惯着她了 我觉得剧中小朵拉的妈妈 她有她的道理 起跑线多重要啊 我们经常看体育赛场 起跑线输了就输了 剧中讲义扮演的儿子 让朵拉变得自由自在的 我也非常的赞成 爱是自由 让她去做她想做的事情 如果都是像妈妈一样的 对待孩子 或者都一样 像爸爸一样对待孩子 那都不成 婚素搭配 什么叫婚素搭配 一看就喜欢美食的人了 妈妈带你上 免费的体验书法课好不好 我不要 我讨厌你 别人家孩子会 我们朵拉都得会 那朵拉会的 人家的孩子还不会 我也希望在现实当中 有孩子的父母 看过我们这个戏以后呢 不能让孩子 输在起跑线上的同时 也要给孩子一些空间和自由 我走回家 我今年六十多岁了 在我们这个年代里面 我们有幸福的童年 纯粹的童年 大家在一起玩啊 跳皮筋 我个子高 我要是扯得高一点 对方就跳不成 他就得输 我就一定想赢 烈日下 我认真地扯着皮筋 有一天我妈妈刚好下班 看着我 帮了一下翻白眼了 我晒昏了 太热了天 那时候给人 多少多少的快乐 那真是拼呢 现在想呢 大概也有这种潜在的 对人生的一种追求 只不过那个年代 没有人告诉我们 我们没有说出来 就那种输赢的拼 是给人力量和激情 我没上过表演学校 但是我演了四十多年戏了 我真正地知道 喜欢和热爱 有多么大的力量 我记得那个时候 采访的记者还问我 你觉得演员最美好 和最残酷的是什么 我说就像一个母亲 生了一个孩子一样 扮演了一个角色 当这个角色 被观众承认之后 鼓掌当中 你就必须比观众 还早一点 你就要比观众更早地 忘记这个角色 你要去寻找 下一个角色 演员的演员 是这样写的 三点水 泪水 汗水 和心血 搅拌着时间 就是我们演员 我到现在才知道 我的选择没有错 下辈子 我一定还做这一行 我爱演员 爱表演 爱电视剧 爱电影 请不吝点赞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